旺角暴亂中被裁定暴動和縱火罪成的被告楊嘉倫被判囚4年9個月 兩罪同期執行 控罪說被告在去年2月9日在旺角石油街參與暴動和燒毀一輛的士 法官在判刑時說對於一個品格良好的年輕人要服刑感到難過 相信被告犯案時沒有估到後果那麼沉重 但由於案件涉及破壞社會安寧 被告的行為妄顧警員和市民的生命安全 加上當日案發時有50至60人參與 每個暴徒的暴力行為都很嚴重 法庭如果沒有作出有效的阻嚇 社會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所以判刑需要有阻嚇性 法官說考慮到被告是一念之差做錯事 以5年為量刑的起點 而被告品格良好 辯方在審訊中沒有浪費法庭的時間 所以減刑3個月 法官寄予年輕人一視之勇的行為 是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如果選擇犯法 踏上不歸路 就要勇於承擔後果 判刑之後警方在庭外表示 刑罰充分顯示罪行的嚴重性 警方從事不會容忍任何形式暴力行為 破壞社會安力 他又說如果有任何違法行為 警方會果斷執法 法官在早前的審訊中 憑被告燒牙的特徵 確認犯案者和被告是同一個人 裁定被告暴動及縱火罪成 來自ких浙民 比陳雯소ни 按赫訊宣布 亦 暴動 萬 disrupt 元